我們常常唱歌啦 唱關音 可能唱會記得 到那個點但是會變得太多 我們要怎麼練得更高的 更好聽 更好入學 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家純他其實 有很 很有經驗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來上課上了很多堂課 以前他的聲音比現在還更沙啞 對 所以他的高音 之前在唱的時候 一直在拍音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方式 可能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這個方式我叫做 蛤馬弓練習法 蛤馬弓練習法 對 因為為什麼 這要有內力的 高音的部分我們通常會比較薄 對不對 對對對 比較薄的時候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喉腔的部分 聲帶 對 聲帶的肌肉 還有這個喉嚨這個地方的肌肉 咽喉的地方的肌肉 就太緊 對不對 那我用什麼方式 要唱高音之前 你可以先 你看那個賴蛤馬 青蛙 他怎麼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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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這個肌肉的地方慢慢慢慢放鬆 你喊個50次的這個蛤馬聲音 就讓自己身在這裡比較鬆一點 主要是讓你放鬆 對對對 放鬆 對對對 好解 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